欢迎们好 今天是2月23号星期三 欢迎来到《远见快评》 我是唐靖远 最近这段时间由于一直在持续的关注徐州铁链旅事件 暂时没有和大家来讨论国际社会的一些重大时事 那么前天乌克兰危机是一夜变天 普京在与美欧多方谈判未能够得到自己满意的结果之后 突然就提高要价了 违反此前签订的明斯克协议 直接的宣布了震动世界的一个决定 就是单方面承认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的 那个顿涅茨克还有卢干斯克这两个州 说承认他们独立 在这个基础之上呢 俄罗斯还接连的采取了一系列的跟进措施 力图要把这两个州的独立把它做成继承事实 这个动作它当然是乌东局时发生一个重大变化的转折点了 但是呢 它也不算是特别令人意外 在此之前 我们曾经和朋友们有不止一次讨论过了 对吧 就说普京啊 他不太可能大规模的出兵 直接的去入侵乌克兰 但是呢 他很有可能在顿巴斯地区唆使 甚至是操纵一些分裂势力去搞事 那么现在普京的这个出牌呢 它基本上与我们当初的判断是一致的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重点讨论一下这个最受关注的重大事件 这个事件呢 它最主要的影响呢 在于可能会冲击到欧洲的现行国际秩序 但是其发散效应呢 也有可能会扩散到中国去 尤其是台海局势 最敏感的 在21号呢 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就签署了一项法令 说承认顿列斯克和卢干斯克这两个州的独立地位 俄方呢 随后还表示说 普京已经在电话中也告诉了法国总统马克龙 还有德国总理舒尔茨这项消息 两个人呢 对此都表示比较失望 那么普京为什么突然在这个时候打出这张牌呢 他自己在电视讲话中是公开的说的很直接 说呀 俄罗斯的安全保障提案被西方从门槛上拒绝了 而俄罗斯完全有权对我国安全被西方模式而采取报复措施 因而我们认为有必要承认卢干斯克还有顿列斯克的独立 在这个俄罗斯国家电视台转播的画面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普京与顿列斯克地区的领导人叫做普希林的 还有卢干斯克地区的领导人叫做帕塞奇迪克的 他们有举行了签署承认这两个地区独立地位的法令 还有就是相互之间的一个友好互主协议 随后呢 俄国就迅速的宣布说 向这两个地区派遣自己的军事部队去维和 就是维护和平 那个维和 而这个驻军的期限呢 它至少要长达十年 与此同时呢 普京还公开发表了一份讲话 在这个讲话中呢 它暗藏了伏笔 说乌克兰不仅仅是一个邻居 它是我们自己的历史文化和精神空间的一个固有部分 大家注意啊 这句话呢 它现在是出现在了几乎每一家国际大媒体的头条 如果说俄罗斯和美国北约围绕着乌克兰危机的这种博弈 是一个讨价还价的局 那么它就显示出来普京的要价 开口要价 它要远比一般人想象的要高得多 那么普京他为什么敢于这样说呢 如此明目张胆的去暗示说 整个乌克兰都应当是属于我们俄罗斯的呢 这个问题呢 说起来它其实比较复杂 并非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解释清楚 因为呢 这个涉及到俄罗斯 白俄罗斯 还有以及乌克兰这三个民族啊 他们在历史上的非常复杂的纠纷 最远呢 甚至可以追溯到第八九世纪时期的 那个俄罗斯的起源 也就是现在被历史学家称为叫做古罗斯的 那个国家要追溯到那个时候去了 在去年就是2021年的7月12号呢 俄罗斯的政府网站曾经有发布过一篇普京署民写的长文 这篇文章呢就系统的阐述了普京他自己的乌克兰观 在这篇文章中啊 普京他从这个古罗斯时代开始就叙述了啊 说这个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他一直讲到了苏联列宁时期 乌克兰与苏联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包括了顿巴斯地区和乌克兰 以及俄罗斯这三方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一直说到了现在的乌克兰的现状 全文啊洋洋洒洒是超过了一万两千多字 从这个历史宗教文化乃至是经济和国家安全等等 各个方面都有罗列了俄罗斯与乌克兰的这种密切关系 我们可以用一句中共当局最喜欢使用的话来进行一个概括 他的大意就是说啊 这个乌克兰自古以来就是我们俄罗斯的领土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也就是说呢普京他现在这个举动呢 他只不过是把他去年这篇常文所提出的那套理论和说辞呢 他现在把他给付诸行动了 只不过他在方式上呢 采取了一种逐步蚕食切香肠的这种方式来履行 那么我们单单就普京这篇常文所列举的种种历史严格变迁而言呢 可以说他基本上呢都是一些公开的事实 但是我们也都知道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就是说历史上曾经是你的领土并不等于说别人在近代独立建国以后啊 他就是非法的了 你就有权利把他全部都重新拿回去对吧 因为如果说普京这个逻辑他是可以成立的 那么现在的德国他是不是也可以说啊 自古以来就是普鲁士领土的那个奥地利 还有捷克的苏台德地区 他就应当要并入到德国呢 大家注意这就是当初这个希特勒的这个逻辑 那么现在的意大利他是不是也可以说啊 整个欧洲在当初历史上都曾经是我们神圣罗马帝国的领土 那么现在是不是也都应当要归属合并到意大利呢 或者说中国也可以说啊 现在在中亚一带的一些国家 包括东南亚周边一些多个的小国 他自古以来也都曾经是我们中国的领土啊 我们也都要把他并入到中国来对吧 这显然就是一种强盗逻辑了 要知道现在的乌克兰他从苏联解体独立出来以后呢 他的主权地位是得到了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 就包括俄罗斯自己他都与苏克兰是建立了一个大史籍的外交关系的 那么现在说你一句话说啊自古以来他都是我的 你就要否定了乌克兰的这个国家主权地位 这个明显就是沾口漫天要价的一种态度了 对吧 那么以上呢就是这一次普京讲话 与他采取这个行动的第一个重要的关键点 那么在普京的讲话之中呢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关键点 就是他对现代乌克兰与苏联关系的这个叙述呢 他直接的关联到了中共以及中共最敏感的台海局势 要按照普京的说法呢 说这个现代乌克兰他完全是苏联时代的产物 是俄罗斯通过割去自己一部分历史领土才建立起来的国家 他还痛批这个列宁就是罪魁祸首 此外呢这个顿巴斯他在历史上呢也一直都是俄罗斯的土地 也是列宁啊这个祸首他把这块土地交给了此前并不存在的乌克兰等等 这个普京呢他还特别的指出说 布尔什维克呢将俄罗斯人民视为他们社会试验的取之不尽的材料 他们梦想着一场毁灭民族国家的世界革命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如此慷慨的画并边界和赠送领土礼物 大家听听这话不简单吧 不仅如此啊 普京他在讲话中他还强调说 既然现代乌克兰是由共产时代的俄罗斯所创造的 那么就应当把乌克兰称之为 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命名的乌克兰 他还说啊 既然你们乌克兰现在正在搞那个去共产化 不是在拆毁很多列宁的纪念碑啊等等 那么这个也很适合我们 他就说了 但是你们不能够半途而废 我们已经准备向你来展示一下 什么是去共产化的真正的意思 他这句话的意思呢 其实很清楚的 意思就是说 既然你们乌克兰要去共产化 那么就要去彻底 你不能半途而废嘛 那么我们俄罗斯也是希望要去共产化的 所以我们应当一起来纠正共产苏联时期 所制造的这个错误 也就是说你们乌克兰就应当要重新回到我们俄罗斯 他就这个意思 那么非常搞笑的是呢 我们看到中共所控制的媒体啊 纷纷是选择性的报道了普京 关于乌克兰和顿巴斯 自古以来都是属于我们俄罗斯的这个讲话 但是呢他们却对普京严厉的痛斥共产主义 给俄罗斯带来的祸害是只字不提 结果呢就是导致一大批五毛啊 粉红啊在这个网络上啊 齐声都为普京大地叫好 自己被狂打脸了而不自知 实在是有点令人喷饭的 从普京的这些表态啊和他的行动呢 我们可以看到普京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另类的领导人 他对俄罗斯呢 他事实上是实行着一套接近于一种开明专制的 这样的一种统治模式 他完全不吃西方民主国家左派当道的这个政治正确的那套 但是在另一方面呢 普京啊我们看到他又痛恨共产主义祸害了俄罗斯 他反复的声明说现在的乌东地区的这个危机 他的根源就是共产苏联所造成的 普京对共产主义危害性的戒备态度呢 可以说是公开的 众所周知啊在2017年 就是当时是苏联十月革命满百年嘛 就是在这个时候呢 普京就有特地的出席了在莫斯科的市中心所举行的 苏联时期这种政治迫害镇压受害者纪念碑的 叫做悲伤之强的这么一个落成的揭幕仪式 在这个仪式上呢 普京他还有发表讲话 说啊这个政治镇压对俄罗斯的全体人民 对于全社会来说都是一个悲剧 直到现在俄罗斯依然在承受着这种迫害的后果 我们的义务是不能忘记 所以大家看到吗 我们可以说普京他事实上呢 他同样不会吃中共当局那个什么啊 中俄不是盟友圣思盟友什么中俄携手共建大欧亚共荣权的那套迷魂药的 他从来不吃这一套 他要做的他就是充分的利用各种地缘政治的矛盾来最大化的满足俄罗斯的国家利益 为什么我们此前啊一再的分析说普京与这个习近平的友好 他本质上呢只不过是把中共作为俄罗斯与西方去进行博弈的这种杠杆筹码而已 原因呢就在这里 也就是说这个核心的基点 他就决定了普京不可能与习近平去结盟 他更不可能愚蠢到主动的替中共去充当那个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马前卒 那么从这个角度呢我们客观的说普京的治国方式啊 他是带有明显的国家利益要优越于这个意识形态的色彩 他带有一种我们都比较熟悉的俄罗斯优先的那个味道 这个也许就是普京为什么与川普始终是有一点心心相细的深层次的原因 他们在骨子里啊都是反全球主义的 都是把本国的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的 只不过呢普京做事呢我们看到他是更不讲规则 更我行我素也更加功利主义一些的 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普京支持乌冬这两周独立的这个动作 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 为什么中共对这个问题是倍感尴尬 会觉得里外不是人 在刚才我们有提到了就是中共的大内宣整个这个系统呢 他实际上是通过选择性的报道在误导国民的认知 就是想让大众从那个自古以来都是我国领土这一点上 去寻找中共对台湾以及南海主权要求的一个合法性 但是呢我们看到中共的外交系统他却是绝不敢这么去说的 我们看看中共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一个正式表态就知道了 在普京采取行动以后呢 联合国安理会在当天就立即举行了一个紧急会议 那么联合国的秘书长古特雷斯呢 在声明中就明确的表示说 俄罗斯承认顿涅茨克和卢干斯克某些地区独立的决定 是对乌克兰领土的完整和主权的侵犯 不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 那么这个定性呢 它是得到了绝大多数安理会成员国的认可 其中包括中共 中共也都不敢公开的来反对这样一个定性的 中共这个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叫做 他是这么来表态的 他说中方高度关注乌克兰局势的最新发展 当前形势下有关各方都要保持克制 避免任何可能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 然后呢他还说 中方欢迎并鼓励一切致力于推动外交解决的努力 呼吁有关各方继续开展对话协商 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 寻求解决彼此关切的合理方案 主张各国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来和平解决国际争端 大家有听出来了吧 就是这番话呢 他可以说是四边不靠又滑不溜丢 满嘴呢 你听上去都是那种浓统而又模糊的高大上的词汇 但是你听不出他有多少实际的干货实际的意义 这个表态啊 他与习近平在冬奥会与普京会面的时候啊 力挺俄国反对北约东阔 暗地里支持俄国入侵乌克兰的那个表态 他是截然不同的 那么为什么他会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呢 就在21号 华尔街日报啊 曾经有刊放了一篇独家报道 就说啊 中共政治局的常委 曾经在闭门进行的一个会议中 爆发了激烈的讨论 一个最主要的议题就是 如何应对这个俄乌危机 要在不损害自身利益的情况之下 去如何的支持莫斯科这个方面 而这个爆发分歧的原因呢 就在于习近平此前公开的表达 对普京的支持呢 他引发了高层政治圈子的很多的不安 因为这么做呢 他既得不到俄罗斯的什么实质性的好处 反而会加重得罪了欧美各国 所以呢 在此后我们看到中共当局啊 就迅速的进行了一个调整 外交部长王毅呢 在上周六的时候 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 就做了一个表态的时候呢 他的这个就是表态 他就已经发生变化了 他开始去强调说 乌克兰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都应当要得到尊重和维护 呼吁说乌克兰的相关各方 要回到这个明斯克协议 也就是说呢 乌克兰危机的升级呢 它使得中俄之间的关系呢 发生了一种微妙的变化 什么变化呢 此前呢 我们看到是中共啊 一直唯恐不能够捆绑俄罗斯的 甚至是不惜媚态碧露 吃相难看的 那么现在就反过来是变成了 中共生怕被俄罗斯所捆绑 卷入到乌克兰危机太深 而拔不出来 除了与这个对欧美关系之间的顾虑呢 其实中共还有一大尴尬之处 就在于台湾 刚才我们有提到的 我们都知道 中共讨好普京的一个最大的原因呢 他是想要联手俄国 一起来颠覆当前这个 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 对吧 中共支持普京啊 反对北约的东扩 他在民意上呢 也是说在强调啊 俄罗斯的主权安全 受到了北约的威胁 但是呢 没想到啊 普京他现在用支持乌东两州 搞分裂 搞独立来报复北约 如此一来呢 一下子就是中共呢 他等于把自己掉在了半空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如果说中共 他现在去支持普京的这个做法 他就等于是承认 搞分裂 搞独立 这是合法的 尤其普京说了 说我们是为了支持去共产化 而承认这两个州的独立 那么要是把它映射到台湾的身上 他不就等于是在间接的支持台湾独立吗 支持台湾要保护当前的去共产化的成果吗 这当然是中共不可能接受的 对吧 但是如果说中共啊 他去反对普京的做法 而公开的 那么他就表明了很有可能会恶化中俄的关系 那么中共势必就会陷入到一种 父辈受敌两线作战的境地 这种战略的环境他会更加的孤立 所以这个可以说也是中共难以承受的 所以大家有看到了吧 为什么中共的代表在安理会的表态 那么的云山雾罩不知所云 其实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就是因为中共自己呢 把自己弄到了一个 他想要去两头讨好 结果呢 就很可能是两头不是人的这么一个处境 当然呢 普京啊 他现在这种不守规则 任行而为的行为 他的代价也不可谓是不沉重的 到目前为止啊 美欧已经连续的出台了 针对俄罗斯的重大制裁措施 像拜登呢 就已经宣布说 对俄罗斯的主权债要实施制裁 同时呢 对俄罗斯的军事银行等两大金融机构 要进行一个全面的制裁 并且呢 还将在未来几天 对俄罗斯的高层精英和家庭的成员 都要进行制裁 同时呢 欧盟也正式的宣布说 对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所有成员 全部都要实施旅行的禁定 外加他们的资产冻结 此外呢 在这种强大的国际压力之下 德国也不得不取消了 对俄罗斯那个北溪二号 非常重要的这个工程 就是天然气的管道工程的 一个认证的程序 它事实上呢 就是已经叫停了 这项接近于百分百完成的工程 那么这些重大的制裁措施呢 它其实都与中共是密切相关的 为什么呢 因为呀 美国早就把这个招呼打在前面的 说如果说俄罗斯因为入侵乌克兰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制裁 那么任何敢于帮助俄罗斯躲避这个制裁的国家 或者说是企业等等 也都将成为二级制裁的对象 所以这出戏呢 它事实上等于也就把中共放到了火上去烤了 如果说中共隔岸关火 袖手旁观 那么俄罗斯这个盛似盟友的伙伴 很有可能啊 基本上就没了 如果说中共主动的去暗地里施予援手 那么中共它就等于是替俄罗斯再挡刀 这就非常的讽刺 对吧 我们都知道习近平他本来是一心想要忽悠这个俄罗斯来替自己挡刀的 没有想到呢 反而是被普京先拖过去当了盾牌去挡刀了 所以你让我们说什么好呢 好的 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谢谢各位的观看和收听 我们下次再见 大家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